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厉害的 徐太太比较厉害是吗 还不厉害 我跟你讲 最近所以说影像的力量是不得了的 本来是一件在去年发生的事 但是前几天中央台一个节目 播了这么一段视频 就当年DV拍下来 拍出上海女人的威风 对吧 有一个上海女人叫做潘荣 拿着燃烧瓶 跟拆迁的铲车对抗 大战 你知道他是因为什么强车拆迁 我就发现这段上海夫妻 这个女的叫潘荣 他跟他老公去新加坡 生活过一段时间 留学什么的 可能还取得了 不是新加坡 新西兰 可能还取得了新西兰的国局 国籍 是不是取得国籍了 在有西方生活背景 有点西方人的这种 捍卫自由 不是捍卫自由 捍卫产权的这么一种意识 所以他们家在上海敏航区 就在虹桥那边机场附近 有一个四层小楼 480平米 但是什么机场 什么扩建工程 什么等等 就是要占用他们家的楼 那么你看这里讲 作为房屋被拆迁的补偿 这个潘荣获得每平米761块钱的 房屋重置补贴 还有1480块钱的土地补偿 计算下来 他的拆迁补偿是67.3万 太少了 可是呢 他所在的敏航区 是上海最大的行政区 临近洪桥机场 在住宅市场上 属于上海市的四类地区 类似的房屋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 已经高达每平米15000多块 虽然他不是商品房 但是他这个小楼 仅靠出租 就能得每个月4000块的租金 所以人家不愿意吗 就等于说你把我的羊牵走 然后拿给我一只鸡 说这鸡也挺好 你要了吧 4000块出租的房子 大概值200万吧 对不对 反正就是不干 但是不干呢 他拿出来两边都有法律 这个潘荣拿出来的是物权法 那边这个敏航区政府 也是按照什么呢 上海有一个什么 也不是上海了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第19条的规定 这个政府方面也是讲 我们进了一切 这个规定里边说的 这个法律程序 但是他还不干 于是最后也是按照 我们这个条例 我们强制拆迁 于是那天早上 他这个这个潘荣在家里 首先是听到说 以为汶川大地震发生了 然后到阳台上一看 豪家底下大铲车就要铲他们家 然后扔石头 这个时候潘荣 要不是人在西方待过的吗 说你们要是有法院的判决书 你们拿出来 我就走 让你们拆 你们要是没有法院的判决书 你们是违法的 我要捍卫我的私人财产 深圣不可侵犯 然后底下 然后底下就强行推 这铲车 推了一楼的这个防道门 潘荣爬到三楼爬到阳台上 拿出燃烧瓶 就这么扔 你知道吗 两边这个两边相对垒 最后好像开始他没敢扔这个车 后来直接就砸到车上了 但是最后还是把他这个房子 推为平地 你看看当时的这个情况 有这么一段视频 你知道没有 这是他家这楼 大楼底下强制 你看上面在扔什么东西 下面在拆你们家的这个一楼 这个地面上的人员用这个水龙头 高压水龙来跟这个和这个扔石头 来跟这个这个业主啊 这个潘荣对抗 你看这场战争 好家个燃烧瓶砸下来了 我家我火把扔下来了 这这太涌了吧 这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上海女人的印象 原来都可以这么涌 但是后来 中国最新一次内战 还是一颗慈母心的 本来这个枪持能够战斗下去的 但是到后来 这个潘荣说打的这个累了 回屋换身衣服 出来接着再给你打嘛 但回屋换身衣服再出来的时候 听见他那个小儿子哇就哭起来 小儿子害怕了吗 吓坏了 母亲的心软了 说他撤 撤了之后 推为平地 然后最后结果呢 他老公也参与了 这个这场战斗嘛 他老公你你你按法律来讲 你算妨碍公务 也被被被就有这个罪名 但是这个人家就讲了 是这个物权法和这个房屋城市房屋拆迁 这个这个条例之间 两部法 打了打了 你就是论是你说使用暴力的话 他也是后使用啊 你人家现在大人小孩都在房子里 你铲车就去铲他 你完全可能造成生命危险的 所以你是先动武啊 你这个那个施政方啊 是先动武啊 所以就暴力事件来说 如果说他们没动他 只是围着他 他丢那个燃烧弹 是他用暴力 对不对 下面的还丢石头 下面丢石头 你用铲车 你这样铲上去 你如果他不动不做任何反应的话 他也不下来的话 他有生命危险嘛 你看他看得很清楚 他那个楼下面倒了 他上面小孩大人不知一觉 你不在伤害人家生命吗 所以他这个政府犯法在前 市民犯法在后 这个事情这样 上海太多了 上海现在整个城市的那么高速的发展 其血淋淋的代价 不说血淋淋了 泪淋淋的代价 就是有很多人都被迫迁离了市中心的好区 获得了很低的赔偿 当时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快 而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在于很多钉子户 他留下来不走 他后来都获得很高的赔偿 所以老百姓心里也怨就怨在这个地方 就好像我们是邻居 你两千块一平方就走了 他熬到三千块他还走了 我到最后我拿到七千八千一万的赔偿 那些走的人都盼到很远的地方 怨得不得了 所以他们回到市中心 看到什么城中绿地 繁华那边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你别说大家都在羡慕上海的澎湖发展 广美看见这个上海女人 小平有什么感触 没有我只是在想 如果是我 我会怎么办 是啊 你会怎么办呢 你逃了 你早就逃了 不会 我在想我反应可能更激烈 你这样子想 你可能就是你唯一的家园 你唯一所有的财产 你一家大小都在里面 你被轰走了之后 赔偿你 而且下面在没有法令的 没有法院判决 也就是说他也是在非法的情况下 把一个 他是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的规定 但是他现在有法律纠葛了以后 你当然要靠法律的判决 这个判决书都没有出来 也没有达成协议的 肯定是这个样子 你很简单 你看过很多电影吧 警察不能入一个屋 要有搜查令才能起个屋 而且呢 其实出了 这个里面也写了 出了很多乌龙事情 例如什么拆错房子 为什么 因为他们拆迁队 其实他们并不是直接 隶属于政府单位 他可能就是拆迁办 拆迁办 我就是外聘一家 你是什么 专门做拆迁大队的 我就聘你做这个东西 所以对拆迁大队来讲 我就是去拆房子 我管你三七二十一 他说这个 就是在宁波 你知道吗 出了个什么乌龙啊 拆迁办 通知拆迁队 去拆103 结果呢 拆迁队把102给拆了 哪一家人一回来 怎么把我们家房子拆了 后来就找拆迁办 说你为什么把我们 说拆错了 拆错了 他赔你一两万行吗 就这个 你知道 你还见过中国这个 我做文涛拍案 这个做过的 有比上海这个更严重的 你知道有的地方 那就是地方黑恶势力 在干这个事 打的你啊 就是打的骨折 几次来打 然后把你们家 这个全部 全部拆光 就是能够 这种程度 你要不搬 打的你吐血 所以上海发展速度快 这也是个道理 你到香港 你去看看时代广场 这么繁华的地方 对面那些破楼不都在吗 你能动它吗 无数的官司 那些那些 都是漫天要价 没法动的 美国的加州 我听他们说修条公路 绝大部分的钱 不是修路的 而是一路打官司的 香港最近要修个高铁了吗 要经过两村庄 那两村庄一下爆发了 拼命抗议 现在政府赔很贵的钱 就本来比方说 赔一万的话 现在大概赔三五万这样 另外一方面 已经在讲说政府你这样赔 以后将来我们在新界 动任何地方都很难动了 因为它这个高铁 你知道高铁吧 就是有将来十几分钟到深圳 四十分钟到广州 五个小时到武汉之类的 香港有这么一条地下的 要经过一个村庄 它现在政府没办法 只能高价买 高价买了以后的 当然那边也批评它说 那将来你没法动的 老百姓抗议 其实就是要钱嘛 你刚才他很简单 你像他这种情况 他不肯猜 你赔他多少 他说六十多万 六十六十多万 你赔他三百万 他不就走了吗 是 不是 这个 或这个 燃烧瓶这女人 都是这么说嘛 跟那个 对方单位就讲 说你给我六十七万 对吗 我给你七十万 你去给我买一个 跟我这个一样的 对啊 那就当然买不来嘛 那其实像在台北 比较特别的 就是像台北也可能要 做建设 要盖一些什么 高价道路什么的 多半大家都是抢着 欢迎欢迎 那就是因为高价赔嘛 对 你赶快来 像他们还动用很多那种 那种是 可能什么立法委员啊 或者是什么市议员啊 哎 麻烦你们能不能绕个路 把那个路 跟跟跟 盖到我们这儿来 就是你除了增加 我们这里的发展之外 你来我这边收房子 收地 我还可以再挣一笔钱 多好呀 哎那他们 那就没有个谱吗 当然有谱啊 给多少钱 你得按照 你当然还是得按照 当时的市价 你不可能是市价的 十分之一的价钱 来跟人收地收房呀 啊 现在的问题是 他说的台湾是按照市价 现在上海这个情况 是市价的几分之一 香港的情况 现在是高于市价的 好几倍 你要知道 因为这个项目很重要 而且民生的忽略 忽略很大 他们到立法局 前面去抗议了 你没办法 所以就给他提高了 很高的钱 你知道像台北的101 最最著名的那个101 信义计划区 那个地方 为什么那么蓬勃发展 那个地方以前 全部都是农业用地 你知道现在101那附近的 那些豪宅 动辄几亿的那个豪宅 里面很多业主 全都是当时的地主 我就是来给你买这块地 我告诉你 这栋房子 这栋楼 我盖起来说100户 我分你18户 你干不干 你当然干 所以说说白了 我就老说 中国的问题是该给的钱 没给够 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这个在大陆 我们有一个思想根源 这个思想根源就是什么 你看当我看到 这一个钉子户 扔汽油瓶的时候 我就想起一个人的战斗 我就老想说一句过头的话 个人比集体重要 你能同意吗 这个话听起来很反动 可是实际上 我讲的它是这么一个现代的一个观念 你要明白 一个国家为什么组成 国家不是空的 国家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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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组成的 为什么我们大家要决定共同组成一个国家 是为了让我们每一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 但是我们必须凑在一起 我们按照一些协议 按照我们共同遵守的一些东西 对吧 我们组成一个国家 所以国家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落实到人民的生活幸福 人民生活幸福最终 也是一个一个人的生活幸福 国家不是保卫一个人的权利 而是保卫个人的权利 所以他不是一个人 因为这一个人 他可能联系到别的 别的我也可能处在这样子 但是我们多少年都被这么一个思维说服了 就是说少数服从多数 对 就好像国家 你看同样这件事情发生在50年代不可能发生 为什么 大跃进 大干快上 国家建设 我们这点利益算得了什么呢 你说 你就是这样的思维 你把个人的权利就放弃掉 把国家的本给放弃掉 你说大跃进 我就觉得这真是要注意这个思想根源 就说这个很教训是很深刻的 就你像大跃进就等于说 为了我们实现共产主义 你们家的锅拿了 你们家养的猪牵走 到那个时候叫一大二宫 就等于你们家什么东西都归宫了 这就是这样的剥夺农民 掠夺农民 这弄的就是说 去把你们家都去公共食堂吃饭 连做饭的锅都给你收走了 那么你说 你那个时候也是为了所谓集体的名义 以集体的名义 以国家的名义 所以你这个个人做出牺牲 是光荣的 是伟大的 而且你要不干 整死你 他怎么是这个思想逻辑 我就觉得到今天 还在影响着一些 可能大城市的人 这个文明观念好一些 上海不就大城市 大城市就这样建设起来的 所以在这个城市高速发展 我们绝对说这个城市高速发展 是非常令人惊叹 最近奥巴马这个 不是也非常感慨上海这个高速发展吗 对不对 但这个背后对于每一个民众的保护 这个东西 至少我们现在实际上没办法保障了 观念上应该学会这样的教训 就像你说香港 为什么说 他政府就会有这么一个思路 就说这一条铁路太重要了 所以这个钉子户 他要的都高于市价 但是没有办法 咱还是讲道理 在商言商 那么没有办法 这就是你的工程成本 你知道就是你像印度 你外面在印度的新的理 我就看出印度是个民主社会 为什么呢 他有大片的公共绿地 你说这些地方 他不搞建设 不搞房地产 不搞什么 为什么 包括贫民窟 你都没法动 因为他也是一人一票 他议会里有些个议员 他也得 他要拉这些贫民窟里的人的票 所以他也不敢随便 动这些贫民窟的人 住的房子 你知道吗 你从某种角度上讲 他的建设很难搞 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很多事情 对吧 这么好的一个建设 就没法搞成 就因为爱着这么一些钉子户 可是 你就不能强拆 你就不能强行地剥夺他的应有的权益 但是中国呢 很长时间来 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是决定一切的 所以个人权利 有很多时候就变 以前是革命是硬道理 个人权利也变 所以现在和谐社会 应该是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 所以你看咱为什么提 就是以人为本 我其实发现 咱们这个中央领导人 提的那个每个口号 都是当前之所急需 这他讲的很 就是现在的问题所在 就这里边 真的有一个观念的问题 你比如说 我为什么说什么事 咱就研究学术 思考观念 我认为 我们使用的抽象概念太多了 我最近越来越明白 什么事 就怕具体 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出在 比如说国家 这个概念太抽象了 或者说是上海市的发展 你指什么呢 我现在就觉得 就包括我就跟主持人讲 主持节目做新闻报道 就从具体开始 不要去讲什么抽象的 为什么 你比如说 什么事 为什么就怕具体 大比方说 我们要让一部分人先负起来 对不起 这个话太抽象了 你应该说 我们一定要让 到底是谁 对吧 我们一定要让徐子冬 梁文道 窦文涛 孟光美 他们先负起来 这个话 就可以追究 可以检查 对吧 你说你让一部分人先负起来 这是大远则 因为你这个前台 谁负起来了呢 前台词是谁都不能负 所以这个 这句话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至于谁负 看你们的个人的本领 你把名单开出来 我们连演播室门都走不出去了 你说 我现在就发现 我们这个中国人 甚至是当年的这个前苏联 还是是什么 受这个抽象概念之苦 我都认为可以追溯到 当年的德国哲学 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 搞出这么一个抽象的概念 我跟你说抽象的词 没有什么用的 你必须搞这 怎么说没有用 我告诉你 这个以人为本 原来叫以民为本 提出来的时候 叫以民为本 结果后来是郑碧阶 中央党校副校长 他原来胡耀邦的智囊 他提出来叫以人为本 你看这一字字差 其实差很多 以民为本 其实是一个官本位的概念 官和民 对不对 我在为人民服务 我在为民做主 所以我以民为本 这个跟孟子讲的 君为亲 民为贵 其实这个立脚点 是站在一个上面的一个观点 以人为本 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个人就出发点了 没有人在人之外 没有人在人之外 所以以人为本 这就是个人道主义的 即时的考 所以你说抽象的东西 没用 有时候也有用 但是呢 他非常不利于我们 做好具体工作 就非常容易侵犯了 谁的那个利益 因为我就觉得 我们我跟美国人学一学习 我就慢慢明白一点 就是说呀 我们说什么事 都是从大的概念出发的 就像说的 为集体牺牲个人 对吗 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台湾人 从小受的教育 都是一样的 总觉得个人是小小的 集体是大大的 比如中国人 一个家庭 是比一个家庭成员大的 蒋介石那时候 教导他们是要 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 要救中国 反攻大陆 你知道吗 这特别容易被 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利用 那么他们当年 打起一个三民主义 打起一个国家民族的 一个旗号 实际上都是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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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讲陈水扁 他都是这种思路 一说在海外有多少钱 他马上要说 台湾民主建国的资金 都把自己往那大里那地方扯 你知道吗 普通老百姓太容易被忽悠了 这个少数多数的关系 我是通过一个很小的事情有个感悟 我从小接受集体主义的原则 到了香港以后就做小巴 那个小巴他车上坐了八个十个人吧 远远的有一个人招手 他不管怎么样 这个八个十个人车得停下来 让那个人上车 那个车里八个十个人都不会怨的 你照说这一个人是少数嘛 这八个十个人车上人多数 他们可以更快到达目的地嘛 但是问题是 你要提出这个问题 司机马上跟你说 你也可能在下面坐这一个人了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 你处在下面等车的这一个人了 所以你在车上 你上了车的不会踩要上车的 因为你也可能是在要上车的情况下 换句话说 在这个时候 大部分人不是让了这一个人吧 你看我们十个人停下来 让这一个人上车 表面上还大部分 但是其实呢 因为这一个人的事情 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碰到的事情 而且这个谁决定做主要停车 其实是那个司机 而且这个利益最大获得者是谁 其实就是那个司机 但是他规则也是这样 他规定他一定要在 如果他是在招手的站 他一定要停下来 当然 他这个规则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一 我从小接受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 只要我是少数 我就得给牺牲掉 对 只要比方说 我们三个人我们去吃饭 你们要吃大闸蟹 我不吃 那我一定跟你们去吃 对不对 诸如此类 就算你们不吃 那我想吃也不行 从小我就接受 像刚才那个房子 那个事情 我跟你讲 你还反抗 我要在里边 我一定不反抗 第一我知道 弄不过政府 第二 你还 我还提高觉悟啊 上海现在这样好的发展 我在这里坐绊脚石 我自己有房子 我有亲戚房子拆迁 老老实实就搬走了 那估计许老师 你可能别的地方 还有很多房子 所以你不用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我就是接受了 这样的原则 我到今天 被邓文涛刚才也翻坏 这样明白了 以后啊 我不服从了 盯着火 没错 真的 以后谁拆我的房子 多少少 我利用手榴弹 多少少数 就在历史上 这么被牺牲掉 他们其实汇聚起来 是多数 对 然后大部分人 都曾经 作为这样的少数 就是历史上 牺牲掉 多数 都被拆了 我来自筑的 这些人 都被人家 想像是不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